应刘宇柔填报当六月新娘。谈孙安左直言,不要乱讲。 刘宇柔与老公黄玉仁参加路炮活动。图记者陈明安设,2018407。 刘宇柔夫妇,和润冬妻子Paggy,沈建宏,张婷虎等金,7日参加Pumer迎光夜跑,现场参加民众颇多,场面浩大。 刘宇柔透露之前一直跟着老公练身体,被造型是笑说,奶要不要钱脆穿西装?奶的背影看起来很像男的。 才让她暂停运动,恢复窈窕身材。 刘宇柔谈及婚礼细节,笑说,我跟我身边朋友讲了,没事不要随便结婚。 但幸好老公非常尊重她的意见,两人先少为婚礼吵架。 至于婚纱是什么风格?刘宇柔神秘表示,跟我过去风格很不一样,是性感的,不是一般认为的那种性感。 更透露老公认为她应该要尝试别人不能驾驭的风格,像是婚纱那什么都不穿的款式。 刘宇柔也笑说,我老公没吃肚。 刘宇柔与老公黄宇人参加路炮活动。图记者陈明安设,2018万0407。 刘宇柔与老公结婚以来,两人感情和睦,问及有无为仇被婚礼吵架。 她表示,其实没有,但一个礼拜她有七天都在训练,时间有点瞧不出来,像拍婚纱。 刘宇柔也透露,因为婚礼场地比较小,即便宝桌也只在等下40桌。 但有些亲友认为婚礼可以看到很多明星,所以还想带其他朋友来,让刘宇柔颇为无奈,总不可能一张帖子你带五六个人来吧。 刘宇柔透露伴娘人选找了自己的表妹,舒子晨,李义,笑说不怕被伴娘抢过风采,希望当天大家都美美地现身。 问及有无关注孙鹏与敌人儿子孙安佐的新闻。 刘宇柔则说,现在其实都没有当事人出面说什么,都是外界的猜测,认为舆论会影响到孙安佐未来的人格发展。 也说孙安佐才18岁,是非对错都还在查证中,直言,这种事情还是不要乱讲的好。 刘宇柔,中,与老公黄玉人,做二,参加路炮活动。 。 图记者陈明安舍,2018万407。